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六起病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没有本土感染病例 卫生总监达东奥医上说 国内今天的六起新增病例 全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并没有本土感染病例 同时目前我国的累计确诊病例达8683起 文告指出 今天再有13人康复出院 累计康复人数达8499人 他表示 目前我国仍有63起活跃病例 在医院接受治疗 他说 目前国内共有两人在家护病房接受治疗 其中一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另外 今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使得累计死亡人数维持在121起 首相 Dan Sri Muidin 今天率领大家宣读国家原则 他在国家原则50周年纪念仪式上表示 各造应该贯录国家原则的价值观 以促进人民团结 国家才会变得更强大 文告指出 国家原则50周年纪念仪式上述 主要进行中 国家原则50周年纪念仪式上述 我们恶慕的 我们要继续 的使者 我们必须 和自己的 用争 在每个月之中 我们的日常 感觉 而感觉 您是 knight China 从中 是 大人 Especially 瓶 是 是 是 当中 虽然我们在其他国家里面 这就是这些城市 我们必须得到 没一定敦促民众 不要轻易说出冒犯他人的言语 和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 要时刻保持文明以及关切他人 与此同时他表示 人民团结将促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以新冠疫情为例 因为民众的团结 我国才能成功拉平疫情曲线 成为他国抗议的榜样 他在部城出席国家原则 50周年纪念仪式上 发表这样的谈话 尽管目前我国的电影院 已经获准开放 不过要在电影院和普罗大众 一同欣赏电影 多多少少会有安全隐忧 对此国防部高级部长 德德西伊斯曼萨比透露 政府已经同意允许汽车戏院开业 民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 也能够减少肢体接触 降低病毒的传播风险 伊斯曼萨比今天发文告表示 今天的行管令部长级会议上 政府允许让汽车戏院在我国开业 不过必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访客必须留在各自的车内 食物要线上购买 和以得来素的方式获取食物 同时志愿警卫队 必须安排警卫在现场助手 以监控访客的行动 对此通讯及多媒体部 已经连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详细拟定有关活动的标准作业程序 以提供业者参考 大马陆路交通局为了有效监督大道使用者 当局将在南北大道以保美罗拉隧道附近的斜坡路段 增设四台自动安全饮食系统摄像机 以监控超速的车辆降低车祸率 陆路交通局总监大道使沙哈路定指出 四台新的摄像机会安装在隧道附近属于车祸黑区的斜坡路段 分别是北上及南下路段各两台 有关位置已经确认 目前只差真正落实 他表示 有关的路段时速限制是每小时70公里 基于缺乏执法和监督 导致成为车祸黑区 有了监速系统之后 就得以监控超速的车辆 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沙哈路定补充 全国目前共有四十五台自动安全饮食系统摄像机 十八台安装在南北大道 其中不包括新增加的四台新摄像机 其余的摄像机则分布在联邦及周际公路 教育部宣布 国内的寄宿学校只允许中四和中六第一学期的学生 率先在七月十五号复课 至于中一到中三的学生则需要等到八月三号才能够重返校园 教育部今天发文告指出 为了解决学校宿舍管理方面的问题 教育部和卫生部在学校重新开放管理指南上进行了许多改进 相关改进也在今天的特别会议上顺利通过 根据最新的指南 教育部旗下的寄宿学校只有中四和中六第一学期的寄宿生 可以在七月十五号重返校园 至于中一到中三的寄宿生将继续采取居家学习 八月三号才能够回校上课 这项规定适用于国内的全寄宿学校 宗教学校 政府资助宗教学校 体育学院 州体育学院 及艺术学院 另外针对哈支节期间 学省是否能够回乡的事宜 教育部指出 该部不反对寄宿生回乡过节 不过希望家长和学生 能够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以确保所有寄宿生 能够安全地回校上课 对此教育部促请家长老师和学生 给予高度配合 以确保学校能够顺利重开 半岛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 指我国政府在对抗疫情期间 不仁道对待非法移民 对此警方已经通知电视台的记者 摄影师编辑和剪接师 到警局录取口供协助调查 五级阿曼警察总部刑事调查部 法律与检控组主任 米尤高级助理总监 证实有关消息 警方已经联络四名 与纪录片有关的人 但是他们至今还没有 针对警方的传照作出回应 他们有可能会在本周或下周 到警察局录供 他表示警方目前已经接获 五宗相关投报 并追查一名视频受访者的下落 以协助调查 半岛电视台早前制作 并播映长达25分钟50秒的记录片 内容谴责马来西亚在抗疫期间 不仁道对待非法移民 选举委员会主席 达多阿兹已经在6月29日辞职 副主席阿斯明沙隆 目前暂贷主席职 直到新的主席人选出炉为止 选委会发文告指出 国家元首苏丹阿兹拉陛下 已经在6月30日预准阿兹辞职 文告指出 根据联邦宪法第114条第7款条文 阿斯明沙隆将暂时代为执行 选委会主席职务 直到新任主席受委为止 选委会也感谢阿兹拉在任期间的贡献 根据报道 首相丹斯里姆依定将在本月13日 冬意撤换国会下议院议长 丹斯里姆瓦马阿里夫和副议长 尼可敏 并且提名由阿兹拉和不同边加兰国会议员 达多阿兹莎里纳出任正副议长 环境及水务部长达多端伊巴姨指出 该部将拟出涵盖范围更广的水供计划 让水源过多的州属能够为水供有问题的州属提供水源 他说 一些州属如登加楼 蓬航几带及霹雳 因为水源丰富不但不会面对缺水的问题 反而必须将多余的水排放入海 他说 这些过多的水都是可以被善用的 环境与水务部在接下来会进行策划及拟定方式 让水源过多的州属 能分享水源给缺水的州属 以达至双银的指示 他是在到马六甲进行工作访问的时候 在记者会上这么指出 针对环境保藏保护协会的警告 如果我国再不采取行动保护环境 将在未来的10年到15年面临水荒危机 他说 该部重视并深入研究个报告 设保各森林保护区或保留 以保障水供不会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 端伊巴姨指出 该部承诺将透过数上高效能的 水供计划 解决马六甲所面对的水供问题 entender 否则 护区 9 15 20 1 今天是我国首辆国产车 宝藤赛家面世的35周年 为了纪念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宝藤公司推出了35周年 特别纪念版车款 该车款除了在外形上有所变化 里头还配置了N95车厢的滤网 全国限量发售1100辆 宝藤首席执行员李春荣表示 全新推出的宝藤赛家 35周年特别纪念版车款 在外形上具备黑色车身和黄色线条 里头配置的N95车厢滤网 及空气净化系统 将有助于全面改善车内的空气质量 尤其现阶段全球正面临新冠肺炎的威胁 这将会是一个大趋势 他表示这辆纪念版车款全马限量发售1100辆 在豁免销售之后 售价将从39,800令吉起 此外公司坦言 宝藤赛家是宝藤的核心产品 尤其2019年推出的升级版车款的销售量 更是直逼以前的盛况 2020年5月份 宝藤赛家成为了大马最畅销的车款 公司透露35年来 宝藤赛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80万辆 而宝藤将会继续迈进 为国民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宝藤赛马公会旁的树林 日前发现部分尸骨和异物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 不排除与三年前澳洲及妇女失踪案有关 当局将和澳洲大使馆展开合作 获取失踪妇女家属的脱氧核糖核酸 以进一步确认尸骨的身份 东北警区主任Sofian表示 当局在接获民众的投报后 即刻派出K9警权组 见证组及槟城医院工作人员前往现场 Sofian指出 当局不能百分百确定尸骨是属于澳洲籍失踪妇女 需要取得失踪妇女家属的脱氧核糖核酸的样本 才能进一步核对 不过由于疫情的关系 目前我国和澳洲都还没有开放边境 因此样本可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 一辆运送包裹的三吨裸鲤被巡警截停检查时 突然遭到后来的另一辆裸鲤撞上 造成三吨裸鲤司机当场死亡 巡警也被裸鲤脱液了16米受伤 被送院治疗 这起意外在今天凌晨大约2点 在南北大道往北路段第383.3公里 靠近士林河处发生 事后两辆裸鲤也往前移了16米远 当场上面的裸鲤司机是42岁的摩哈马哈利 受伤的巡警是34岁的曼桑莎 他的左边的肋骨因此骨折 三吨裸鲤跟车员安然无恙 而五吨裸鲤司机和跟车员受伤 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1条一款条文 调查至其意外 警方援引1989年粒 新闻结束前一起到意大利小城的一个农田 欣赏当地美丽的花季 我是张忠林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